欢迎各位收看这次节目 香港时间是晚上11点 因为今天我是议会的 所以如果我 你见到我 所以我一集是Member Only 因为第一我开议会 第二就是这一集因为敏感题目 我就会开Member Only 免得你这些人搞事 你这些robot究竟搞什么国识 我是知道的 不要当我是傻的 好了 这个突然间有讲肥仔 因为肥仔的儿子 连纯恩 直接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 叫做炮军英国政府 都很合起的 其实他在泰晤士报 因为老实说 英国做的事情非常不够 生卫城其实是应该最低限度 真的要见一见 偎信恩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责任问题 当然有些人说 黄先生你以前 帮肥仔写的东西 他会不会这么说 都不是的 肥仔真是为香港牺牲 有些道德交的我就真的想争论的 以前肥仔那些东西都善息声 为什么变成民主斗士 喂 有关系的吗 喂 肥仔的market oriented mark的press 后面的目的就是 如果我讲到一本正经 哪个人会接受我的信息 喂 德国都怎么样 德国最大的暴行集团 alice springer 他有最低组的图片报 但另一方面他有世界报 然后MADOT news corporation 有泰晤士报 和太阳报是同一间集团 有什么问题吗 香港市场不够 但是你给不到肥仔的空间 有些肥仔收到了明报 或者信报 他可以这样的 明报信报 做太吴士报的角色 然后苹果就继续做 做这个 做 做 太阳报的角色 行不行 没有说不行的 不要这么道德交 我对这些中国式道德交 我看完之后 这个世界是非常诚实的 什么都道德自上 我真是 但是我不开名 你知道我对这些东西 所以我说我什么都这样评论的话 我就没有什么朋友 我说我似欧我没有朋友 但是英国就organize 了一个 联合国人权女士会的 场面活动这些 就是Sign Eye Meeting Sign Eye Activity 有22个国家 sponsorship 包括英国 不包括美国 法国 德国 OK 就是大声和黎智英 中国政府 走去出信给其他国家 叫其他国家人不要出席这个活动 出动到外交 就这样搞搞黎智英 多好东西啊 你想想这帮这帮王毅领导 这帮这帮人真是正宗致昂 我真是正宗致昂 自己做仆街的 还可以怎么做 理直气壮 这些就是中外交官 这些就是中国外交官的特色 做仆街有话要知道的 我只是说我是仆街的 我心想就行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家就很奇怪 就是英国 FCDO 你没有FCDO support 就很难搞 在原合国 这些人权理事会 很难搞 主办一个这样的活动 说真的 这个是英国主办 不是sponsorship 就是英国 英国 British Organized 这件事 根据reuter的报道 其实都很合理 都反映到FCDO 是想真的做事的 FCDO 否则你以往是什么 以往是FCDO 哪里肯 出面你都知道 FCDO会作风的 以往是 但是 好了 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这么紧张 这件事 为什么 黎智英 为什么会搞到 为什么要出外交函件 给在日外 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 其他的Member State 为什么 不行 你不要参与这些活动 为什么 其实因为中国 中国这么紧张 这件事 我都说过 其实你看香港半年报 那半年报 半年报告 你要知道 英国要求 Consulate Access 你要知道 英国是作为 缘合声明 设入点 大家要知道 例子英文的成熟手 Garren 中英缘合声明 他是用人育去担保 用他的身家 用他的命 用他的自由 去担保 中英缘合声明 因为一国两世 这个构想 你说他大中华交都好 喂 他是用条命 他相信这件事 所以他用他的条命 去压住这件事 这个就很不同的 这个是 他真的为香港人自由 坐穿奥底 为中英缘合声明 Garanteed的 FIT items 坐穿奥底 所以我常常说 袁弓仪和黄一鸣 那些Fut off 叫他们 有些游手好闲 那些 那些Fans 是会上来搞的 我说 我就公开再叫他们两个 过来 留言 搞事 我就Bang go 不得知 我还要求提报演法 I'm a try 这些事情很清楚而已 是不是 你原公义 这次要收割 看到中英缘合声明 要收割 我就不说 我就站出来 我就是不逼他收割 但是黎智英日增 是为了香港人的自由 所以我说他是殉务者 我说他 现在英国是用这个条件 就是 你既然已经违反了中英缘声明 你中方不遵守 我就开始行动去彰显 我英国在香港的地位 这个就是背后的那些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说 De facto 现在FBNO is British citizens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已经是 Tagger了 因为英国要得 Jimmy Light的 Consulate Assess的话 就是英国不打算 recognize 因为中英缘合声明里面 有关 有关英方备谋 和中央备谋 有关国籍的statement 如果我不 我不recognize 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正是要求 Consulate Assess of course 这个是一个姿态 这个行动 也都是这个姿态 就是你不遵守 完合条约 我就 缘合声明 我就全世界各个范围 我就令到你中国南亨 和告诉大家 你中国在香港拥有这个 sovereignty 是非法的 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你要告诉大家 就是 因为你知了一件事 如果你对某个地方的主权 是来自一个国际条约的时候 你违反了一个国际条约 你不honor的国际条约 你的主权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主权 你的主权是不一定这个的 因为你的主权是有条件 背后有条件的 就是中国经常觉得 这个地方我坐在这里 我坐在这里 absolutely是我的 no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 你买商业 你买东西 有时候你买一些东西 譬如你的DSL modem 那个DSL modem WiFi软件是在家里用的 它有一个条件在后面 它可以自行处置 但是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在德国境外 作用于德国电信的网络 你再拿来上网 你就违反了那个条件 就是你要再拿来 用旧软件给你 你要通知德国电信 因为你的拥有权不是absolent 它卖给你那些是with good terms 或者譬如你 你决定不用你 那些人处置的话 是怎样处置的 是有terms的 不是没有terms的 那些它不是absolent 现在香港其实是一样的 香港是跟那些德国的宽宽 宽宽是什么样的 Tierkum那些 我给你香港是有ABCDE条件的 你要遵守这些ABCDE条件 你不遵守这些条件的话 所以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外资不敢在香港买牛 香港的价格是跌了远的 就是 因为香港的所有的牛肉的价格 是under中英联益的guarantee 如果香港的私有产权 是without这个guarantee 就是中国是不honor的guarantee 我香港在买什么Rice wine 你这么清楚 你无端端端一传媒集团 被人这样没收 为什么 正在营运的公司 突然间收拾了几家 你觉得没事 不会 一定有事 所以你说现在 这个情况 为什么中国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如果肥豪 这件事就会发黑 中国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是在香港违反条约 当然除了英国国籍法 会动手之外 最后一件事就是 全世界都知道 它违反条约是很明显的 这个事实的时候 这是不是人性的问题 这个是香港的future 的问题 你不用谈论2047的问题 2047未到 已经违反条约 但是我应该做什么都可以 当然 我说 我不会认为 现在英国会开始战争 with China 但是 你这样玩下去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很容易 push into start the war 的位置 其实 我不会觉得 现在会 但是finally 会不会 大家猜到 因为中间有几个step 现在未到过几个step 现在英国 他说 grant the request consegrated assess for the Jimmy Lai this is the first ok 你还有几个step 有几个step 就没那么快 不同 台湾 台湾就很明显 但是现在中国很明显 是违反条约 就确实的 是确实的 中国违反条约 是确实的 黎智英 黎智英是一个很厉害的 黎智英 黎智英是基本上 你给 你 很多 你泛民有很多 这样的案子 国安法的案子 但是问题就是 Jimmy Lai 他是British citizen ok 你连 Protect British citizen 最后的条件 你都做不到 为什么黎智英 同样的泛民呢 其他的泛民 因为为了从政 他 禁止了一个 British nationality 最多 最多 但是有些连BNO 都没有了 因为他可能 你知道 中国有些加盟 崖油条件 你要选特首 就连BNO都要退 就好像你何俊仁 你肯定不会有BNO 因为他一定要退完BNO 才可以参选特首 就好像曾荣权 曾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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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 他英国应该有给曾荣权一本护照 但是曾荣权 被人看得很确实 不用说 或者譬如说 他老婆 曾荣权 曾荣权 是澳门人 澳门泡籍人士 老实说 曾荣权一定可以住在 澳门泡国的 都没有问题的 住在欧洲 都没有问题 大家不会 曾荣权 插翼南非 但是黎智英 告诉大家 因为黎智英 是under 其实已经under了 一个救生艇的武户 那个就是居英权的计划 你认居英权计划 我给了British Citizen 技术上 他某程度上是一个外籍人士 他还有一个 其实 你也可以说他是台籍人士 因为他应该去台湾 因为他去台湾 他去台湾 《苹果日报》 他可能有台湾的身份 我这个我不肯定 你这样的情况之后 你中国也敢做事 你这样的 你这个会员还违反条约的话 但是我还和你做生意 以后香港 你还可以保持得住 香港 你中国 不可能 其实很多说港独那些 港独那些 港独那些 是以一种令他 将香港 进入中国的方法 因为 其实 你那些港独之后 你整班 走上台 那些 一班 名毒实话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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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支持者 那些 很简单 所以现在 中国违反条约 就很明显 那现在 中国就 他现在周围阻止 就是他不想 这个 中国违反 条约 这件 这件事 去 中国违反条约这件事 能够 变成一个事实 就是 就是这件事 就是 中国就是 他不想 各个都 reconize 中国为走数 这个事实 当然 对中国来说 他觉得 黎智英 是 头号的敌人 也是的 不然他不会收购 王毓民 那些 黎智英 他拥有台湾 为什么英国 某程度上 会干预黎智英 现在他都要做的 其实 英国都很蠢的 FCDO 虽然 被王浩抢了台平 而已 但是 如果黎智英 以他台湾的能力 他要再搞一个 传媒帝国出去 不硬 就是你王浩这些人 我觉得 台湾应该是要 想办法 去处于王浩这些人 我对王浩这些人 的态度就是 跟王浩合作的 就是 骗子 骗子 但是 你帮中国做事 做得好 拍车子 屌尸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说什么 台平新闻 我不看 因为我知道你什么 跟着你说 Jimmy Wright re-release 这件事 我可以说 中国其实是唯一可以做的 如果你说 但是中国不会做的 中国现在还要勉强 持续绕合声明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 释放黎智英 因为最初步 释放其他手组 释放黎智英 就是一个嗜好的讯号 但是 大家不会认真 你要认真 你要认真 但是问题是 现在中国 有些人说 要民主党承认 当时支持反修例 是错的 要认错的 要跪的 要民主党 我说你民主也算不齿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民主党要出来选 你轻姐去解释一下 其实现在你看到一件事情 中国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 所以黎智英这件事 英国一定有些具体的动作 其实你现在去完这一步 你这个会员一定会再要求他 具体的动作 这个也涉及 英国怎样在台湾 插入这件事 因为老实说 你 台湾一定会关注黎智英这件事 所以 可能结果 结果就是 英国 我都说的 Session 4 必须是民主党 应该有其他事情要跟进 其实你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这个状况 你问我 我怎样看 就是 香港已经玩得很难 我说 我爱国人玩得很难 真的很好 实际上 你习近平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香港是 我想大家是要 我想如果香港从光的时候 所以我们 要有个心理准备 大家要从一个废墟里面 重新建立这个城市 因为 如果说全线崩壞 应该 我都说了 香港难了很久 香港难了很久 一段时间 我说肥料理释放 是最恐怖 就是如果中国想要和平解决的话 但是问题就是 周金明的煎我 他现在香港的楼记 还没发展到 想要弄死黎智英的 但是 遲些很难说 因为北欧呢 我们也有个看法的 我也听过一个说法 其实中国是想要 送黎智英去中国審 这个最糟糕 他在香港审理 香港楼记 都仍然说 有些事情 他都是有点点顾忌的 他仍然有点点章法的 雖然楼记 都是很混乱的 但是 他都有一点点章法 但是我可以说 如果 北京 习近平 他纯粹是为了自己一己的思愿 不是思愿 他觉得就是 共产党没面子 或者 因为 习近平之前 发狂的杀人 如果是纯粹 因为 习近平咬住 那家清山医院 不放松 他坚持 要 送黎智英去中国審 我就看了很大件事 如果要送黎智英去中国審 是很大件事 因为如果送黎智英去中国審 我看的结果 就肯定更差 肯定 肯定 更大型 国际市 香港的情况 会越 其实 某个程度上 这些活动 某个程度上 就是 就算不释放黎智英 我们都要想办法 保证黎智英 真的不讲道理 完全 一些道理都不讲 也都不理基本禍集 这个情况 黎智英 毛家家被囚禁一千天 这是很 unjust的 很 unjust的 至少 现在中国的想法 就是黎智英75岁 至少搞终身监禁 de facto 终身监禁 接着 又没有机会 送到中国審 我想就是那帮共产党的意图 非常卑鄙 所以没什么 现在英国肯出手 然后各国压力 或者英国政界压力之后 会继续出手 尤其是美国 美国 他觉得他很有责任 对黎智英 但是美国不能插入 因为美国 因为他是英国公民 不是美国公民 大哥 这个情况 英国一定要继续做赢 黎智英案 是会发展成一些事情 它是一个风暴的开始 因为我也是说过一句 我上一集说过一句 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延组 香港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可以再用政治来解决 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所 所以我对香港和台湾局势 都有一个接近战争的看法 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你这些局 你政务来说 你战争是政治的延组的话 如果真的要你 当香港问题桌面上 没有了一个选择 去用一个和平解决的时候 那你自己能够 你知道的结果 那个轨迹是怎样走 欠了一个轨迹 可能要牺牲很多人 这个我们不知道的 好了 那我讲到这里 下一集 我如果没有英美时段 没有特别的东西的话 我会讲习近平 不让中华人学英文这件事 最后 如果明天直直播 我就讲恒大的事情 我今天就四集 我都大概定了 对呀